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第44篇 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开启我的心 赐给我智慧和悟性 使我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教导和力量 感谢主奉主名求 阿们 诗篇第44篇 是一首爱歌 这首诗不是一个人的爱歌 而是集体的爱歌 人们聚集在上帝面前呼喊哀嚎 这首诗篇的背景 并不确定 不过 这首诗篇最有可能是 讲关于他们被掳的时候 这首诗中的诗 这首诗中的词 丢弃 受辱 当作 卖 分散 这些诗非常适合以色列和有大人 被掳的时候所经历的情况 例如 在以色列和华 在以色列书第52章第3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是五家被卖的 也必无银被赎 在诗篇44篇第12说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专利 此外 在第13到16节解释说 这些哀嚎的人经历了极大的羞辱 他们被吃笑 被鸡刺 被笑谈 被辱骂 被毁谤 这正是以色列人和有大人 在上帝面前被丢弃的时候 所经历的 人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和哀嚎 他们的祈求是通过提醒上帝 他的慈爱 希伯雷写的慈爱是 在44篇27节这首诗篇 所用的结尾和结论 这个字的意思是 上帝的慈爱与他的约有关 上帝爱他的子民并守于他们 所立的约 在这首诗篇的开头 诗人提醒上帝 古时他所行的事 即拯救救救赎和帮助他的子民 进入并居住 因此之地 作为新石的上帝 他不会撇下他的子民 他会持续与他们同在 成为帮助他们的上帝 当他们面临欺压和患难的时候 他们去求新石的上帝 像以往一样帮助他们 前来哀嚎的 都是那些还真心爱上帝的人 他们没有忘记 也没有违约 他们不败别人 尽管他们被丢弃 但他们仍然真心爱上帝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 求上帝睡醒 兴起 他们祈求上帝帮助 并救赎他们 当我们面临压力和困难的时候 包括健康 经济问题 或者其他人造成的问题 我们会向谁求助呢? 我们是否前来训求上帝 并等待他的帮助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谢谢你 今天也提醒我们 在困境和华南中 要牢记你的信实和慈爱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你不会撇下你的子民 也不会忘记你的约 我们要像世人一样 无论面对多大的羞辱 或者艰难 我们要仍然静静依靠你 不离开你的道 求你帮助我们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